圆润狗是集水县城一所小学的英语老师 他非常喜欢车 不过和别人不一样的是 他不光爱车 还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辆跑车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眼前这辆电动跑车 就是圆润狗历史一年多 花费两万多元设计出来的 从外观设计到模型设计 圆润狗改了无数遍 从网上淘来电动机 车轮胎 控制器 后桥等配件 还从市场上购买了 镀星方管做底盘大架 外壳就用玻璃缸做材料 在制作过程中一遇到困难 他就去查找资料 圆润狗说 那段日子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但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但是任性的圆润狗 在自家楼下租了一间车库 专门用来造车 慢慢的 妻子也接受了他的想法 他说如果他没完成这个梦想 他就说是一种遗憾嘛 想去做的话就尽力去做吧 就这样子 就支持他吧 终于在这个月 圆润狗的电动跑车完成了 圆润狗说 他的这辆跑车 不仅节能 还好环保 他的工作原理 跟电动自行车是一样的 因为他是靠电来驱动 所以他不污染环境 不制造噪音 而且 他使用成本非常的低 充满电 能跑60公里 跑完60公里 大概只要一度电的样子 圆润狗给自己的爱车取名梦想 这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着心中的梦想 圆润狗说 按照道路交通法规 他的电动跑车现在还不能上路 他希望有一天 这辆跑车能够真正上路行驶 让自己的梦想 在路上奔驰 你就把它意外 吧 雷